美中华人妇女联合会于3月18日晚间7点 在蒙市京都凯旋皇宫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 当天晚宴近250来宾出席 中国朱洛杉矶副总领事变利新 乔务领事王鸿铭 乔务领事郭小宇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 蒙市市长刘达强等应邀参加了当天的晚宴 美中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司徒巧琳表示 今后要全面加强中美两国妇女间的互动 促进华人社区团结与和谐发展 增进美中各界妇女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推动发展美中良好的国际关系 中国朱洛杉矶副总领事变利新肯定了美中华人 妇女联合会成立于1994年7月1日 该会宗旨是团结互助友爱 积极促进美中两国妇女之间的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争取妇女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 自成立以来 美中华人妇女联合会积极参与华人社区的各项活动 与华人社区各社团互动合作 友好共处 为华人社区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努力和奉献